今天我们做一期分享 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小编提供给我的 就是叫HCIE的话 必须培训才能够参加考试 这事请大家别误会 首先HCIE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参加培训 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是 但是这跟驾校那个不一样 比如咱们驾校 就是你能够讲吧 我侧方位停车 我背6你知道吗 但是你也得参加培训 你不行 你不参加培训的时候 你说我没拿驾照 我已经开过5年车了 当然我不鼓励这样 原则上来说 其实你没有必要参加 对吧 加小培训 但是你实际上还得参加培训 那个叫刚性绑定 硬性捆绑 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 就这个意思 但是在咱们这个行业里边的话 并不是这样 强调一下 好吗 并不是这样 咱们这个行业里边 就是你说我牛逼 你知道吗 我可以 我可以 我自学 我就喜欢 然后我去考试 也可以 没问题 但是通常来讲 根据实际情况 一般都要参加培训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 这东西难度系数 背考难度系数挺大的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我考HCIE 是吧 我考HCIE 但是HCIE 我原先的时候 有上机加面试 上机提库满网都有 网上有的是 是吧 那不是什么秘密 悄悄 你自学能力强 悄悄都能过 面试一般都在参加培训 不参加培训 面试你基本上嗝屁 知道吧 基本上没商量 因为这里边是一个很多东西 比如说面试技巧 比如说里面的面试 一些往年的战报提库 怎么准备等等也好 我觉得一般来说 还是需要参加培训的 新版的话就更需要了 新版提库 你哪弄去 对不对 我们机构的话 想办法找各种各样的 私房的渠道 是吧 我们各种各样的想办法的话 走这个解题的模式 这个就说到这 就是说白了都有难度 你不培训 我直接百度文库 我是吧 百度文库一下 我就百度一个提库 我就敲 敲我去考 可能吗 所以你实际上来说 肯定是在培训 但是其次来说的话 也主要因为 这种考试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成本很高的是考试费 你没必要对读 我说一直白点 就这考试费要10块钱一次 跟那个叫计算机二级 几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 对吧 三四十你敞口考去呗 对不对 是吧 今天本来准备吃个麦当劳的 省下来 对不对 省下吃泡面 你就考一次 但是这种考试我们知道 HCIA超小8000为能考一次 你到那之后发现嗝屁 不行 然后你接着考 8000 8000 8000 是你这大锤 8000 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我们建议 就是这种的话 都建议大家 就是参加培训 更加稳妥 比如给你保障 省得你今天自己打野战 是吧 打完野战 最后考挂了 哭爹喊娘也没有用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能理解吗 这个说白 涉及到题库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 好吗 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一期继续筛选出 好的题材 继续给大家做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